词曲 李宗盛 叫做日会 日会就是说太阳 不管是它运行到南方或者北方 最后返回来的时间就称之为日会 日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应该认识 《俱舍论》对意念当中分多少计 分三计 昨天也讲了 《俱舍论》它的新年开始 比如说我们现在人们的算法 农历它有农历新年的开始 过一段时间 现在大多数都是在过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今年也因为有润月吧 这样的话持命法会开的时候 一般都是我们所谓的圣变月 这也是很多佛经当中有记载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所谓的信念 这就是我们现在人们比较普遍的 但是《俱舍论》和戒律的算法 有点点不相同的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辩论 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话 马彭仁波切专门也讲了很多有关 他们的一些心派的观点 也建立了自众的观点 以前明朗大师 他专门有一些天文理算的书 他那个天文理算的书当中 也是对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广 所以我们如果学一些天文 地理学 尤其是黎算学 我们无名当中 世名当中有一个黎算 那么如果黎算学的时候 就懂得这个道理 以前我们也学过一点点 但是学得不是很踏实 有时当时也是冬天 就像现在一样 特别浪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在那边 一个坎坡那学了 每天下午的时候 晚上吧 还没有天黑的时候到那里去学 但是我们当时房子也没有 下午黄昏的时候 有时候吹风 凡是学是学了一点 但是学得也不是好 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黎算的话 通过现在拉萨和四川很多佛学院 有些他们学校 可以通过黎算可以写一些日历 比如说四川日历和拉萨日历 现在我们经常挂的 有些是拉萨的 拉萨的那个比较可靠 他们算的经验比较丰富 比较准确 然后现在四川和青海那边出的 在我们藏地来算的话 所有的日历当中 应该拉萨出的日历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据十轮金刚 专门推算 推算的话 也应该值得可以 以前我们无名佛学院 也是准备出一些日历 如果出一些日历 应该在这里的一些堪坡学问 也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我们有些算法 跟拉萨算法的时候 差一天 或者像日式月式的话 差几个小沙 有时候算出来的结论 有点不同而已 实际上基本上是能算得出来 那么这些牵涉到 也可以说是黎算方面的学问 天文地理学方面的 黎算方面的学问 因此这样的理算 在我们一本《金光庄严论》当中也讲了 菩萨获得圣果 必须要通达失明 通达无明 麦彭仁波切在诗学的开端 诗学的开端 也专门引用了《金光庄严论》的教证 还有引用了一些佛经的教证 说我们必须要精通无明 但是我看很多人的兴趣 现在很多人 人生很短暂 有时候无常学的 它有点过分了 什么都不要去学 人生太短暂了 居士论也不要学 阴门也不要学 中观也不要学 好好的念佛念佛 但结果可能在三年已经过了 什么都没有学好 你也还没有死得了 到时候可能邪见蔓延了 我希望无常不要惯得太过分 太过分的话对学习 闻思修行方面 不要惯得无常 我们对世间法方面 一点也不管无常 有些人是有这种的 一看到世间法的时候 就根本不会说是无常 就是我不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提到一些巨石轮 有些其他的一些 这个比较难懂得 干脆无常 然后这个时候你用无常的宝剑拿来 开始看巨石轮的这块乳 这样可能不是很好 因此希望大家还是在天文里学 这些方面应该去学 在学习的时候要艰苦一点 还有现在考试 每天都是心里很伤心 不要这样伤心 这不是该伤心的时候 该伤心我们无始以来的烦恼感伤心的 让这个考试的时候 有些人就考试也不行 不考试也不行 考的话倒是得不到这个分 不得不到分有什么嘛 这个我们世间法法的念头太重了 我想是得不到分一点也不要紧 没有这个及格的话 从世间人角度来讲的话也好 然后佛法角度来讲的话 看我们真的有些现在我在当堪布给你们讲 但是真正是用巨石轮来讲的话 我现在正在讲自己翻译的 但是真的要考试的话 我自己都没有把我拿几个 因为另一个人给我出题的话 不一定几个 但这个倒是也没有什么 从世间人的角度来讲 也没有什么的 所以真正是你有这个本事的话 当时的分数不一定是障碍你的工作 或障碍你的前途和事业 因此在考试过程当中 希望应该有一个好语心 不要提起考试的时候 讨厌得很 堪布真是该死了 今天又要提起考试 哎呀 没有考试的这种堪布真是很慈悲的 我还是要一直以为 从来不害别人的一个非常慈悲的人 这种是真正的善知识 所谓的善知识应该是面目都是 刺向目光 这样的善知 不然整天都是靠这个 靠那个 是不是陷入我的智慧 陷入自己的智慧也没有什么 考试不一定能准确 但是考试真的有一种压力 所以希望大家这次也是我们一定要考试 考试的过程当中最好不要很多人都说 现在都是退 这样没有必要 到时候你去参加 看一两本 这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 也许你考得好 也许考得不好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都是做好准备 因为现在还有将近一个月 将近一个月当中你如果该看的这些书 好好地看的话 还是能达好一定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现在我们讲俱舍论 俱舍论当中 昨天已经讲了 新年开始的问题 在俱舍论和戒律的说法是不同的 当然它的说法有很多很多的立算方法 比如说俱舍论的自识的说法 和俱舍论的大数的说法也是不同的 俱舍论大数的说法 与现在我们这里的说法也稍微有点不同的 但总的来说 大家也要抓住这样一个谣点 俱舍论当中 我们现在藏礼和农礼基本上是一起的 这样我们现在的旧月份 那么藏礼的旧月份的话 他们的俱舍论可以说是 藏礼九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新年开始 然后他们的算方 我们还有一个不同 大家都应该清楚 我们是从初一到三十号一个月 它是这样算的 但是他们俱舍论和戒律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九月份 九月十六号开始 一个月的开始 九月十六号到十月十四号 十五号之间这是一个月 为什么是这样算呢 因为他们认为 比如说我们十五号的时候 月亮已经圆满了 这时候说明一个月已经圆满了 然后从十六开始 他这个月亮开始亏顺 有这样 这样的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十六号开始算初一 从十六号开始 我们藏礼的十六号开始算初一 然后一直算到下一个月十五号的时候 他的三十天已经圆满了 那么这个算一个月 它是这样算的 所以在这里有不同的算法 如果你把这个推算方法没有动的话 好像一会儿说九月十五号 十月九号 就是有点模糊 那么这样算的话 我们九月 九月份算是俱舍论新年的开始 九月份新年的开始 然后九月份的十六号开始 从新年的也可以说是圆月一日 他们是这样算的 新年圆月一日来 这样说 现在我们藏礼的九月十六号 他们的圆月一日来这样算 这样算了以后 昨天我们颂词里面说是夏节第二月十末 那么夏节是什么时候呢 那么从这样算的话 冬天 也就是说夏天第二月末的时候 这个时候夏制 这个时候日会 夏天的日会应该在这个时候算的 然后冬天的日会是什么呢 刚才那个时候开始算 冬天四月份 冬天不是有四个月吗 冬天四月份的时候开始冬至 这样的话 那天我们九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开极乐法会 那么九月按照俱舍论的算法 九月十六号开始算的 冬天也开始的 新年也开始的 他们俱舍论的观点 然后新年开始的话呢 你看这样的话呢 九月十六号到十月十五号 就是冬天的第一个月 然后十月十六号到十一月十五号 就是冬天的第二个月 然后十二月到一月就是冬天的第四个月 这样的话就是冬天的第四月份 现在我们相当于一月份 应该是这样吧 你们算一下 我也许算错了也不知道 哎 我在学校里面数据不是很好的 就是有时候及格 有时候不及格 不及格都有没有 可能没有啊 真的没有 好像没有 但是一月份到二月份这个应该算得来 这个肯定没问题 这样算下来的话 冬天四月份现在基本上是 我看九月到十月是一个月 十月到十一月是一个月 然后十一月到十二月是一个月 十二月到一月是一个月 这样的话就是一月份 我们现在开慈命法会的一月份 已经成了冬天的第四月 那么第四月份的时候他说是冬至 按照居士论的说法 冬天四月份 我们现在春天了吧 已经开春了 这个时候冬至 按照居士论的算法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是根据印度的推算方法来算的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要搞懂 因为这个是经论师当时出世在印度 所以居士论根据印度的地理位置来算的 并不是我们藏地来算的 有些藏地的祖师解释居士论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冬至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冬至了 按照居士论的算法 那么开了慈命法会过了以后才那个算是冬至 这样的话是这两个差距比较大的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根据居士论 根据当时印度的地理位置来推算的 本来也可以说是冬至或者是日会吧 日会的话一年当中三百六十天 三百六十天根据太阳的运行不同 在整个地球 我们现在的算法整个地球也可以说 以前的这种算法根据虚弥山也可以说 那么这样算的话分三百六十个地界 三百六十个地界每一天都是有一个日会 但是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今天日会就是我们藏地的那个地方 然后明天到什么在藏地的另一个地方 再过了几个月的时候 那一天是在尼泊尔或者是在别的地方 我们这个地球上一般地理的算法 也是上面有很多的经文线 在十龙金刚的这种地理算的时候 也是这样算的 有一个叫做仓特 它这样来算的时候 实际上三百六十天当中日会是比较多的 日会比较多的 但这样的话呢 不要紧 不要紧 算了 不要说什么 老壮的叫不起来 我们怎么会叫 这样的 所以三百六十天当中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差别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差别 这样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动到这个居士轮呢 就是从九月份开始信念 我们现在的九月份就是 举手论的信念 这个要记住 然后跟戒律有点不同的 戒律的说法是什么呢 按照戒律当中的话 就是戒律根本律大书里面 讲得比较清楚的 这个方面也辩论比较多的 因为戒律和举手论对日会 还是比较难懂的一个问题 这个在戒律当中也好 举手论当中也好 所谓的日会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有点觉得头痛就是这样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戒律的日会 戒律信念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现在藏礼来算的话 十月十六号开始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戒律里面十月十六号 然后我们举手论的话 藏礼的九月十六号 九月十六号应该算是他们的信念 要过年的话 按照举手论的观点 那天我们还没有开极乐法会 大概十六号的时候应该过年了 信念快乐应该是指的是这样的 然后按照戒律的观点的话 藏礼十月十六号开始应该过年了 还有一些莲花生大师的佛藏品当中 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但这个我们在这里没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里不广告 总的来讲 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居士论》里面所讲的 实际上是根据印度的地理位置来分析的 不一定是藏地的地理位置来向后 不然他现在这个动智 已经到了信念过了以后才算是日会和动智 那么我们现在的动智 前一段时间都已经过了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藏地来算 根据十能金刚也可以算的 可以算的时候 完全都是我们藏地的日历当中 不用任何仪器直接都是可以通过图画来算 图画来这样算的话 前一段时间我们动智的时候 完全都是十能金刚也可以算得出来 比如说拉萨的前一段时间12月22号 好像记得是这样 如果12月22号是动智的话 那么这是根据拉萨的地方来算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地方可能有一点差别 因为当天按道理来讲 太阳一直往南方运行 最后到了12月22号的时候 从那天开始太阳往后转 我们这个地方也知道一般冬天的时候 太阳一直到往南方这边 就像山谷那边显现出来 一般很多人的仗户里面也是太阳的光 能照射就可以的 但是夏天的时候就不同的 因为太阳往背行 往背行的时候 就是好像五台山最高的山顶上了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日理当中跟拉萨的日理和真理那面有一点差别 以前上师如意宝他住在亚青山的时候 他是也专门 因为上师如意宝对这个天文地理非常精通的 他的著作当中也是专门有一本李酸 上师下面的文字当中也是说了 他说现在这样的藏地学悦 这样的李酸书非常难得的 这是传承上师的加持而得到的 所以他大概有可能四五十页是比较多的 还以前上师在文革期间准备做了大概有四五百页 但结果这本书已经现在失散了 没有得到这样的 上师如意宝这方面尤其是天文地理 他老人在天堂经常有一些木块来算 木块来算的话通过太阳的影子什么时候太阳翻回去呢 每天都是你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来擦一根木杆 然后这样算的话根据它的影子可以知道太阳什么时候翻回去 因为一直到南方过来 然后最后什么时候翻回去 这个就很容易知道 以前上师如意宝在雅青住的时候他观察的时候 跟拉萨的日理在这里面有十三天的差别 因为拉萨比如说他说是12月22号的时候冬至日会 但是他上师在根据这里的地理位置来观察的时候 那么还有十三天当中太阳都是不会往北边走 它一直还在往南行 然后过了十三天以后才翻回来 有这个差别 所以我们这里根据这个地理位置不同 然后他理算者根据他的情况不同 才可以这样理算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是 大家可能有明白的人可能会明白的 不明白的人这些也是该懂的事情 我们对时间也好 看到天空也是忙忙活活的 什么都不知道 就像是罗子头上是棒棒的 原来有一个你们这么好的菜不吃的话 你们嘴巴里面会哄得大 就像是这样 什么都不懂 迷迷糊糊的话也不行的 应该根据天文地理 这些佛教当中他有他的一种特长 只不过我们研究的比较少 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 就像是现在数学的一些专业 或者是一些理算的专业一样的 专门要学习麦彭仁波切的著作的话 麦彭仁波切这方面的书非常多 也有辩论的 也有观察的 尤其是《施轮金刚》和麦彭仁波切著作里面 有几个大书翻过来 以前都是特别想翻译 但是讲翻译的话 现在很多人都可能 这方面不一定有兴趣的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翻译一点窍诀 这样想的 如果翻译的话 我这方面也不是特别懂的 而且这方面也学得比较少 时间也比较短 任何一个学问应该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才可能有一定的成果 这样的话 我这方面是不太懂的 但是基本上是 我们俱舍论的信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么戒律的信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一般现在施轮金刚 根据施轮金刚的信念 现在我们的推算是比较以施轮金刚来算的 虽然众生的业力也不同 佛陀所说的很多都不同 但是最究竟来讲 佛陀所说的跟现在的科学 一定也是没有矛盾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理顺从以前一直到现在 当时我们藏地任何科学仪器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出版的这种仁力就非常准确的 而且现在每天都是日试 月试 这些全部都我们大家也是可以清楚 这一点不需要任何依靠其他的仪器 光是以施轮金刚的有一块木头 木头上面不是一块木板吧 木盘上面烧一点灰 然后烧一点灰 拿一个木板一直这样算算算 一般它逆算的时候必须有一块木板上面 我们不像用作作业一样的在本子上 他专门用一种一边擦一边这样算 算完了以后就得出来了他的意念 比如说今年有没有人缘 今年有没有干涵呢 就是从日理当中算出来 这些现在很多西方的科学家也认为 藏传佛教的特点 尤其是不依靠任何科学仪器来 能算现在的整个日试 月试 这些都是比喜悦和比其他的理算 还算得非常准确 这些有兴趣的话 当然我们去研究和观察也有必要的 但是短暂的人生当中不知道 即生当中对理算能复做一些贡献 我都是没有把握 不过要知道这些学问也有必要 哎呀 下面我就看 读的话 基本上你们自己看吧 应该懂吧 我刚才基本的意思给你们已经讲了 然后这里翻译的也比较易懂 应该清楚吧 是这样的 昨天说了我们分三集吧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的话 一年四集没有 一年三集这样分的 每一集是四个月 新年开始的时间也有许多说法 虽然新年开始的说法 梁华生大师佛藏的说法也不同的 十论金刚的说法也不同的 俱舍论的说法也不同的 梁华生大师的有些佛藏当中 现在十月初一开始也有过年的时候 也有新年的时候我们藏里的十月初一开始 也有这样的算法 这样按照十论金刚的这种算法 我们愿于一号 现在我们民间的很多过年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今年过年的话 有些人是再过两个月以后 我们准备开慈弥法会的时候过年 然后我们现在路火那一带 再过十五天就准备过年 还有新龙那一带好像他们是什么时候过年 在藏地我们附近我们都经常问 今年你们算是哪一个月是过年 我们今年是这个月过年 但是现在普遍的大多数像汉地 这些农丽算过年为主 他们放假 现在国家很多都是元月一号的时候 前一段时间元旦的时候 他们都说我们放一天假 这不是我们的过年 这是西方人的过年 他们对西方人的过年好像很不满意 所以那个时间都是不同的 所以它新年开端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这里藏地九月确定为八月 意思就是说藏地九月我们这里确定为八月 指的是八月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八月的下旬 然后九月的上旬算是新年的开端 它是确定为藏地的九月也就是说指的是八月 在四月的十六号到冬季的一月为新年的开端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这里《居士论大书》里面说是 八月份的十六号开始的 这个说法跟好像《资识》里面的说法 《资识》里面的说法我忘了 最近没有翻那个 《资识》里面的说法跟《居士论大书》的说法也不同的 而且《居士论》的大书 《资识》里面的说法是非常多的 然后意思就是说刚才 因为十数月十五 在八月十五是一千圆满的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十数月实际上是夏天的最后一个月 那么这个最后一个月 十数月十五 实际上是八月十五号一千圆满的 这个是他们的算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初一到三十号是一个月 那么他们安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安居的时候为什么一般都是在十六号开始安居呢 就是原因是按照戒律的说法 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月 按照戒律里面我们从十六号开始安居 然后下个月十五号的时候就过了一个月 然后从十五号开始到安居 最后安居结束的时候 安居最后戒指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十六号的时候就戒指 如果我们藏地现在一个月半 一个月半结束的时候三十号 汉地和其他印度很多安居三个月 三个月的话 那么最后安居结束的时候 也是十六号的时候结束的 所以戒律的算法跟现在我们俱舍论的说法 和民间和十能金刚的算法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他们是从十六号开始这样算的 所以八月十五号以前已经圆满 八月十六日到九月十五日即是九月份 他现在的九月份 他这里跟芬仁伯奇的说法有点点不同的 他真正的居舍论现在至终应该是九月十六号 九月十六号开始居舍论如果有个过年 按照居舍论牌应该在九月十六号的时候过年 然后戒律刚才已经讲了十月十六号的时候过年 他这里是八月十六号到九月十六号即是九月份 因此八月下旬与九月上旬结合起来冬季的第一个月开始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也就是说冬季的第一个月 他这里推到八月份了 这个跟刚才芬仁伯奇的说法有点不相同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 实际上是八月和九月结合起来 这是冬天的第一个月 这是居舍论大手的说法 但是芬仁伯奇不承认这个观点 马拉罗钦也是不承认这个观点 应该是按照居舍论的观点 九月十六号开始 他这里的说法 那么八月十六号已经开始了 因为他这里说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 是冬天的第一个月嘛 麦芬仁伯奇的说法 八月下旬到九月十六号 那么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 十月上旬应该冬天的第一个月开始 就是这样的 五月下旬与六月上旬结合起来下节的第二个月 这样特算的话你们可以算得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藏里的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 结合起来都是夏天的第二个月 那么他的下旬已经过完了 上旬还留在后面 这个时候称之为末 刚才颂词当中是二月之末吧 什么时候下旬呢 在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五月初八的白天是最长的时候 如果按照居舍论的观点 但是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肯定不是五月初八的时候 最长的时候肯定不是的 因此刚才冬天的时间给大家已经交代清楚了 不知道 我说了很多的你们清楚没有 昨天听说我讲了满羊坊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醒过了 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我 如果你们大家都这样睡着的话 好像我这里巴巴巴巴巴讲了半天也是实际上没有很大的意义 我自己认为是我就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但是结果你们全部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昨天翻译的比较多很多人说 我也睡着了 上师你是不是给我说的 我也睡着了 是不是上师你俩人家有神通给我说的 我都不是有什么神通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当时迷迷糊糊的 看他们的表情好像有些是坐不住一样有些是站不住一样的 感觉上特别痛苦的然后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实在没办法现在世间上的一些语言来较劲 而晚上特别短 白天有十八群刻 因为他那个群刻来算的话 他白天十八群刻最长的时候 我们根据现在的时间来算的话 夏天最长的时间和冬天 也就是说白天最长的时间和晚上最短的时间 现在我们书标来也可以算得出来 而晚上特别短只有十二群刻 尤其是我们到了春天 到了春天再过一段时间过了诚明法会以后 过了诚明法会以后要接近夏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晚上特别特别短的 不过那时候睡的也比较少一点 好像晚上越来越长我们睡的越来越多 有这种关系 有时候露点钟的时候就天黑了 露点钟天黑的时候有些人露点钟就睡 以前我们藏地一般因为晚上什么时候天黑了呢 把马上牦牛放在园子里面 然后回来回来以后等也没有 一般藏族人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 反正天黑的时候就要睡天亮的时候就起来 所以这样冬天睡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天黑的晚上比较长嘛 但我们这里不应该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春天睡得很少 秋天的时候就睡得特别多 那么这个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接下来讲夏季日会 冬天日会从九日起晚上以二分二秒变长 就是他每天用现在的时间来也可以这样算吧 白天以二分二秒下面是一续雨 意思就是说白天和晚上长短的话 每天都是以一续雨的时间可以推算的 二分三秒二分三秒短 这是现在的时间可以算 实际上是由虚雨来分的 十二月下旬与十二月上旬结合起来称之为冬季 你看在这里十二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 就是第四个月 在他的最后 这是刚才那个算的 刚才那个他从八月份开始算的 如果从八月份开始算的话 已经称了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 结合起来已经称了冬季四个月 在这样的话 我看现在还过了 在过一个月的时候才开始冬季 如果按这样算的话 肯定不合理的吧 在他最后十二月初八的时候开始冬季 对 我们现在所谓的冬季 那么晚上长达十八旬刻 白天端只有十二日旬刻 下面就开始说冬季日会 就是冬季日会 从九日起晚上以二路分三秒边断 他二路分三秒边断 意思就是下面的虚语 每天都是由虚语来算 白天再自于相反 一二路分三秒边长 是这样分的 那么下期日会在五月 冬季日会在十一月不是相偉的吗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难道不是相偉呢 我们这个限量会不会相偉呢 不相偉的 是冬季 这样算的也有 然后 这六月十六日之间为春节 从十月十六日之间作为夏节 这是藏的算法不同吧 刚才前面的算法不强多 所谓的夏节第二月直接宣说了秋节主业相等 春天的时候主业相等而讲的 并不是直接讲的日会 有些人是有这种说法 而简介说明了 此后的三个月交界是 从最后月的上旬九日起 夜晚将变得越来越短 白天也是与此相反 这是他们的说法吧 变得越来越长 因此这种确定 新年开始与世纪的方式 戒律也是非常吻合 如果他们的这种说法 因为戒律刚才也讲了十月份是新年开始 他们的这种说法与戒律比较相合 但是麦彭仁波切不承认这个观点 为什么不承认这个观点呢 麦彭仁波切的理想里面的意思 戒律的新年没有必要把他们两个吻合起来 为什么呢 这两个说法和宗派是不同的缘故 不一定要想结合起来 这是一般戒鲁派的有些个别尊者这样承认的 但是麦彭仁波切里面有教证和理证的相违 按照十轮金刚是怎么这么推的 有时候都是看都看不通意思就是 总的来讲 我只知道这一点 那个居士论和戒律不一定要吻合起来 如果吻合起来的话 不合理的 他们认为刚才夏季二月份这句话指的是春天的时候 白天和晚上相等的时间而讲的 但是麦彭仁波切说 这个肯定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明明讲的日会 明明讲冬至的 并不是白天和晚上相等的时间 并不是说明这个 他们的意思好像直接宣说了白天和晚上相等 渐渐宣说了冬至和夏至 日会的这种道理 但实际上这一点是不承认的 所以我们也是应该戒律和俱事论的信念 就不用昏为一谈吧 应该是分开的 各自不同的观点 那么先门讲他的时间 长短的量是多少呢 白天和晚上长短是至一日当中 虚余的边长边短来衡量的 那么虚余的长短是一日的九百分之一 我们现在的小时来 也可以算二十四小时 除以九百以这样来算 这个叫做以虚余 按照十论金刚的观点 七夕如珠处 三则作为一 这样我们如七 珠七 一般正常一个人的呼吸来算 这个作为一 这样的二十四个时间分为四分 然后四分之一作为虚余 也只是十论金刚的算法 所以每天有编一个虚余 他那个义虚余唱 每天都是今天 我们早上也知道吧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冬至过了以后 现在天亮都越来越快了 我想办法过一段时间 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大家应该稍说一点吧 只有这样 大家要知道一天都是一虚余来编 不管是十论金刚的呼吸方法来推测也好 也好 我们现在一小时的时间也好 居士论的这种一虚余的算法也好 凡是每天都是一虚余 一虚余的开始 一直到夏天吧 一直到夏天 这个之前一直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般到时候三点钟 享受佛法的甘露美味 只有这样 我觉得三点钟最好不过得了 大家应该 这不是我恨你们不让睡觉 但是这个世间如是无情 他没有一点慈悲心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只有这样 你睡得再想也是没有办法 应该老众一天都是要提前一虚余 若想如此作为长短的理由何在呢 太阳呢 刚才我讲的这个道理 在南方的六个世间运行的时候 越过五点半有旬加上十八分之一有旬的南赞部族 即从海面上运行快速 在西方的距离离端 因而白天越来越短 晚上越来越长 这是从夏天以后这样讲的 由于太阳落沙海上不遭舍 故而起起寒冷 因为冬天的时候 太阳现在的理算也是这样算的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太阳靠近海边 靠近海边的时候 冬天在海边的地方非常热 尤其是像印度吧 像印度南方那一带 冬天他们特别特别热 我们现在特别冷的时候 他们那里特别热 印度南方一般冬天的时候待不足 特别特别热 原来我们上师主意宝去印度南方的时候 最好是夏天去不然 他们说冬天根本没有办法热得要命 就像现在有些在城市里面一样 夏天他们 因为太阳已经靠近大海上 那么在这里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在这边不管是现在地球的算法也好 然后以前十龙金刚的算法也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 太阳往白行的时候 他就不走在柱上面 而是气候觉得非常寒冷 然后云行南方完毕以后 向白方移动 再称为冬日会 冬日会我们所谓的冬至 大家都知道 冬日会 然后六个月在北方 然后太阳又是从六个月当中往北方行持 再过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太阳已经来到了最下面的 我们那个南山 以前我们供护法的那个 应该是南山 在南山的最边边下面 从现在开始前一段时间都是已经太阳 这个我们可以从早上藏护的因子来可以推得出来 现在越来越都是太阳往北方运行 往北方运行的时候 他越过大海 从南山部族的上方 运行迅速比较缓慢 由于东西的距离长 因而白天长 晚上开始断了 慢慢慢慢 晚上越来越短了 我的原因是晚上越来越长 我晚上比较寂静 没有人打扰 然后应该看说 因为阳光照射到南山部族的上方 所以七日秋夏天比较炎热 大家都知道 太阳已经知道我们上方 运行南方结束以后 运行南方结束以后 南方的一栋时间成为夏季 它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夏季 那么月亮为何有盈亏 那么为什么太阳月亮呢 十五号的时候十五的月亮特别好 然后三十号的时候一点都看不见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小孩子是这样说的 你一定要听话 没有听话的话 你看月亮都是被魔已经吃了 三十号的时候看不见 一定要听话 就是有这种说法 但是不是这样呢 并不是这样的 按照科学的说法和 十论经格和居舍论的说法都有所不同的 他这里的居舍论的说法是这样的 当月亮太阳最与它趋近的时候 由于太阳的光射到月亮上面 自己的影子落到它的方向 从而将月亮全部已经遮住了 大家都知道有些也有比喻吧 我们有些柱子把灯放在柱子跟前的时候 它把影子全部都已经遮住了 就看不见了 它已经遮当了 因为它特别接近的时候 它看不见月亮 这是一种说法 其他的有些注释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因为跟月亮和太阳 它的运行特别近 现在他们有些这样的说法 以前黄莲族老爵士 他说现在的阴火星 因为地球围绕阴火星 阴火星里面有虚弥山 但是这种说法可能是不是不太合理 不用这样说吧 这样说的话很困难吧 阴火星当中到底在哪里 虚弥山 然后虚弥山它的主位 四大部主怎么寻找 这样可能观察是有点困难 虽然他老人家是个无理学家 对天文弟弟很有研究的 但是我觉得 在阴火星里面放虚弥山的话 恐怕跟现在的一些显量 完全相似的 但是有些不一定要 我们佛教的修证当中 所得到的这些显现 不一定要在外面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佛教当中 金面 雪面的一些说法 他们现在医学的任何医学 根本看不出来 在身体里面哪里有一个白色的金面和红色的雪面 根本都是看不出来 所以有些十论金刚当中 现在整个山河大地 全部是我们用自身的身体来宣讲 它有外十论金刚 内十论金刚 密十论金刚 一到讲到密十论金刚的时候 所有外面的七世界 全部是我们的分别念 也就是说用自身来观察 自身来观察的时候 一旦我们修成的时候 开始现前这种世界 这样的修法非常深的 所以说有时候就非要在外面 通过无理学的角度来 这样是不是他老人家 也是接近无理学教了 如果真正你要在阴火系里面 要照出这个须面上 会不会很大的困难啊 现在科学比较发达 你看这个阴火系 但这个不说吧 他老人家也是对佛教做出很大的贡献 很多人因为他是一个 可以算是一个科学家 所以对佛教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不过有些时候 科学家也好 佛教徒也好 你不懂佛教的本意 尤其是佛教当中的 缘起空性的道理没有懂得的话 恐怕说什么事情 还是很矛盾的 因此我有时候认为 定解暴动论和我们的中观 大圆满的这些学术 非常重要的 现在要对待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 你没有学到密法的时候 一般的有始终的观点 根本是没办法解释很多问题 不要说对社会的问题 我们佛教当中的有些问题 也是不好解释的 因此他这里这样讲的 那么这个说法跟佛教当中的有些说法也是不相同的 他这里因为太阳和月亮比较接近 他选择虚弥山 这个时候 他们比较接近的时候 互相都已经当住了 这样说的 因此他越来越远的时候 他就显现明显了 比如说十五号的时候 你太阳和月亮之间是最远的了 这个时候他月亮已经显现了他所有的面目 就是这样的说法 大乘阿比达姆的说法也有一点不同 大乘阿比达姆的说法 他说是他那个因子 因子反射到他的绥静上 因子上的繁星显得越来越近 所以他的因子已经遮住了 他并不是与他特别接近的时候遮住 然后与他因子的反射遮住了 这是大乘阿比达姆的说法有一点不同的 还有《涅槃经》 《涅槃经》里面的说法也有点不同 《涅槃经》里面说是用虚弥山来 他当着月亮和他的宣传的方式不同 所以他折腾的不是太阳和月亮互相当住的 他月亮不显的时候其实是用虚弥山来当着的 这是《涅槃经》里面所宣说的 所以《涅槃经》但是虽然有这样不同的说法 这些不同的说法全部是释迦牟尼佛 针对众生的根机不同而讲的 最后真正的意义上 就是按照《十能金刚》里面那样讲的话 那么《十能金刚》里面根据土花来这样算的 土花来算的话 那么现在的日式 月式也好 它的光也好 速度也好 这些完全都是我们现量可以得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三十号的时候 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有月式 有月式的话全部都能算得出来 因此你们有些人认为佛陀有这么多的说法 是不是哪一个是正确 哪一个是不正确 这些方面没有必要 全部都是正确的 但是正确的途径完全是不相同的 那么最究竟的就是《十能金刚》里面所讲的 跟我们现在的众生比较相应的 现在众生真正用显量看得出来的 就是用《十能金刚》的推算来算的时候 完全都是能现实 一一地可以造现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此讲月亮显得亏损 月亮太阳的距离越来越远 月亮也会显得越来越明显 最后到达最远的时候 月亮圆满显露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十五号 所以按照《小乘记事论》的说法 大家应该能懂 因为月亮的地是成情明亮的水晶 它的围墙是镜子组成的 但阳光照射在围墙上的时候 围墙的银子便涂到水晶 便积水晶 由于见到月亮有盈亏 这一点通过在这个 它是我们就像是那个 就是月亮周围是有水晶金子的外墙 然后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满车盘 它这里也讲了 用满车盘的方便放一个灯火 以这样来观察的时候 你把这个灯越来越跟满车盘见的时候 它上面的很多都是不能现前的 然后你如果放得越远的时候 它所有满车盘的全景可以显得出来 这个用我们通过灯和满车盘来比喻 也可以做誓言吧 今天我们加一个誓言 原来我们有个雷老师 我都不能学他们吧 也是他们是我的上师 今天我们写一个誓言 下面同学们拿一个小小的瓶子 他在冬天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仲塔学校的时候 他冬天吧 冬天因为他是汉地来的 他特别特别冷 然后我们下面的学生全部都笑他 他有一点点糊子 糊子上有白双 白双上慢慢慢慢就动了 他一边打着 他穿着一个特别大的皮鞋 看起来都是特别不适应 那么我们做誓言 拿个满车盘 拿个灯火来 再可以做誓言 这一点是通过在口罩上的满车楼边缘 放一个手油灯就可以明白 那边说一些词内采言 人有一定会责任 他要做誓言 他打着东西 陈生 他要做好 我可以做了一件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